我會聯同竹韻小澤 做一個藍音月韻的音樂會 我將會唱《客途秋韻》的選段 和《藍蕭伊》問首藍音 我們特意選擇兩張很不同風格 一張是藍蕭伊,一張是客途秋韻 客途秋韻屬於點雅的 因為其實是首很長的詩來唱藍音 《藍蕭伊》很口語,很痛俗 兩個款式都有人喜愛 藍音分為兩個大體系 一個是戲斑藍音,一個是地水藍音 以前一些失明人士唱的雪唱式藍音 但這兩個藍音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結束音都是一樣,很多腔都是一樣 但是唱法有某時候就有不同 因為我們戲台上面用的Key很高 如果長期唱藍音唱到這麼高音的 就很難捱的 因為我們雪唱那方面的人 一唱可以唱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雪唱的藍音通常都是低一點的Key很高 TWO Masirda Imaginora 預語了 長期唱十方便 一唱給你 你音樂 有藍音如何